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多少年前就是跟身边的朋友讲 因为我记得从上大学起就不断的有人来问 你是哪里人大连人就开始投诉了 我当年上大连被拉到哪呢 哪一个馆子吃海鲜就吃坏肚子了 当时还不是说还不是说这种天价的问题 就是说不新鲜的给外地人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不找当地人带你去 因为一到旅游区那肯定就是就是大家好像心照不宣的 然后我记得最有意思是有一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去 然后在出租车上 然后我就我就跟那个司机说我要到哪哪哪 然后跟孩子之间是说普通话 然后他就开始要琢磨了 你是外地人我要绕你了 然后那我突然又跟司机 就很自然又露出一大连话 司机说嗯哦你是大连人 好好好咱们改一下方向 就我我不骗你了 就这个意思 哎就是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就是一到旅游季 那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看到青岛这个我就感同身受啊 我就说咱们先看一下照片啊 天价大价是吧 看看看看青岛就国庆节期间的大新闻嘛 主要就是这个事嘛 就是说你看这这家叫善德 这其实名好善德火海鲜烧烤家常菜 然后你看那标价啊标标标价十元呢 十八元呢 注意啊麻辣小龙虾三十八元呢 哎看着也就是不贵吧 你再看下边啊 这是人家把菜单给晒出来了啊 主要就是论份还是论个 你看看见了吗 葱蒜打虾 一千五百二十买这个单 来你再看下边 啊就这下 一个三十八啊 你再看下边 啊这就是这家的这个环境 哎是不是那上面还有个镰刀斧头的红旗呢 还是看错了不是啊 没错 哎 我他们说那个谁啊 黄小明 说为什么在上海举办婚礼 黄小明是青岛人呢 瞎太贵了 办不起 办不起 在上海才吃得起 哎 徐老师上海宰不宰人呢 上海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这个应该跟香港学的嘛 香港前一阵什么什么什么神油啊 印度神油 不是印度神油 黑鬼药油 你不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么有名 他某种程度上啊 这个这家写了 海捞大虾三十八 据说底下有一行小字论个儿 这个就跟香港的那个黑鬼神油一样 意趣同工 19800 但是呢 这种神油一般的价钱就是198一瓶 嗯 那那个福建的一个女人 呃 在这买两瓶 他拿银联卡刷刷完了已经 刷完买两瓶 一刷完了 198一瓶 最后香港警察也没法管 因为明码标价 明码标你没看清楚 198000 这是香港出的大事吗 嗯 但你觉得 这事就应该吗 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 但是 我看的那个新闻是比较 比较 呃 感到比较奇怪的是当地的警察不管 没有不管 这人家的帮人警察 人警察今天出来说了 人警察说我们当时管了啊 我们当时怎么管的呢 我们躲开这个店主 把他消费者拉到一边 跟他说说你不管多少钱买单啊 你把那个单据留着 以后维权 警察管了 而且在警察的斡旋下 先打了八折 好像先截的仗走的 警察可能是各先让一步 先把这事给了了 要不然在那纠缠没完 我是最近新闻看的少 但是我无端端的接到一个帖子 我当时就完全没看懂 他说一个人呢 进去到店里啊 吃花生 花生呢 八块 然后他就吃了 几个人吃 吃完了以后买单两千多块 因为他按个损 对对对 按个损 然后旁边一个人就更惨 他要的是米饭 五块 按链算的 人家还在往下编呢 说最惨的是买了一个芝麻饼 说上面全是芝麻 说下的都已经快不行了 一个芝麻五块钱 按芝麻算 我倒是没看懂 我想这个 而且他很含蓄啊 前面老兄拿了个饭碗 说五块 还有说的是 就是说到青岛 就是说要青岛啤酒 不敢点菜 太贵了 就是来盘花生米 最后说多少钱 说清岛啤酒 大哥送你了 这花生米数一数多少粒 还有编什么是理发的 你听了吗 说到理发店 到理发店 说理个头多少钱呢 他说十五块 你可得问清楚 是一根十五块 还是一头十五块 我觉得就是 青岛人肯定比较郁闷 因为大家普遍的感觉 就是你赶上倒霉了 全国都这样 哪个旅游区不这样 只不过你赶上倒霉了 然后这个事儿 把这个人把事情 就是让大家得到关注了 更多的正式的媒体 一开始只是在这个网络上传播 后来等于是这个传统的媒体 纸媒啊 什么电视台啊 什么都介入了 这事就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 政府在出来表态 那么这个店主又被 又被罚了几万块钱 又停又干嘛的 但是一般人的会想法 就是说 你就赶上你 你倒霉了 那那些那么多 就是整个景区 或者中国的那么多的景区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攒的 基本上 海南前几年 也是三亚 三亚那不是 海鲜那个宰客 这种现象太普遍了 我跟你说 在那个 他们我还看见一个 就是周山青岛 也是跟上海不远 说那 打你 甚至这西瓜刀 就摆在案子上 那到最后 你那个都是 宰客宰的 这个太多了 但是确实现在啊 有一种 我觉得就是 宰青岛的这么一种感觉 就整个的这个舆论 以至于青岛 我很长时间没去了 你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青岛 现在是个什么城市 你知道就是 你看啊 也有一些青岛的网友 你注意看 他在那个跟帖里啊 好像有个很普遍的看法 就是说 这个宰客也许不对 但是你们这帮外地游客 我们还真不欢迎你们 这有点 然后想起香港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们 把我们这搞得乌烟瘴气 什么这个拥挤不堪 脏来乱差 把我们一个美丽的城市 哎 这种所在地的这个居民 旅游业对于所在地的危害 就好处我们都知道 旅游地以后 他为了这么赚钱以后 他其实影响整个这个城市 影响这个整个城市 你按说就旅游业 就说是零售业 什么百业兴旺 按说这个地方的人 应该开心 当年我在香港 就不理解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他带旺 香港人不是最喜欢旺吗 来的人多 如果你忘了忘了你不就有钱吗 那为什么又特别不满意呢 第一是两批人 就是赚钱的是一批人 其他承受后果的市民 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这是两批人 对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政府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缺位 你看像我也是每次回去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家里靠海边 那条路一到节假日 几乎全是被旅游大巴 堵得满满的 然后每年到海边 你去玩吧 你就会觉得作为本地人 我享受不了这海滩 这被扔的 外地人扔的 但是我就想政府哪去 你是希望吸引这批人 来拉动你的GDP 来增加消费 但是你明明预测到 会有这么多的人来 你为什么不去做好 一个相应的一个工作 就具体到青岛这个事情上 我也注意到 今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挺有启发的 他也是作为青岛人 他觉得挺痛心的 因为每一个青岛人 他肯定不愿意被这么 全国性的都有点 奚落你 挖苦你 大家在编段子 然后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这个事情 是怎么慢慢发酵的 可能是一个人在网上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或者是怎么说了这件事情 那么在一个 他当时也是去物价局投诉了 物价局说我们先放假 我等结后了 我再处理 那么就在结后呢 肯定是10月8号才上班 那么他说 他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期间 你政府还是物价局 还是一个就是权力机关 明明是有时间 有余地来处理这个 是一个公关危机啊 你实际上 你看现在酿成一个 多大的有公关危机 后来不是说 青岛市政府花了几亿 打造一个叫什么 浩克山东 浩克山东 全部被这个38块钱 现在每个省啊 都搞一个自己的形象 那山东呢 就是说叫浩克山东 对 他做各种的那个 VI设计 也做各种宣传 说几亿的 几亿的这个宣传费 还抵不破一个 合起来也挺顺口的 浩克山东 天价虾 但是你说的是浩气 浩气 然后就是在这个期间 你看他就是物价局 也不去管 什么政府也没有人 旅游局也没有人 出来管 那么等到 等到了7号8号 这个事情等于是 全部发酵的 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事情了 然后你才开始出面来处理 你要去惩罚 这些惩罚 但是你要是从一个 当地的一个 公关危机来讲 你已经错过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世界 你明明可以消除影响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事情 那么数据不好听的 很多事情 大家在一个城市里的 一个顾及 其实很多都 有目共睹的 很多人是一个共谋 你说 我就说 想当年这个北京火车站的 这个出租 黑出租 宰客 他为什么能在那 横行那么长时间 那很多管理人员 都是跟他们 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我宰完了 我给你一个 叫什么 码头飞 是什么飞 所以他就让你 你被投诉多年 没有用 没有意义 他非得酿成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事件之后 我记得是一个外地人 他不服气 他去 比如说 他去反抗 结果被那些黑车死了 酿成这样一个大的事件 你才作为一个 运动式的打击 我现在要清理一个黑车了 现在比如山东 各个省就要清理 这样的一个什么黑摊贩 一个运动式的打击 他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的话 他永远不会 当然这事情不是山东的特色 也不是中国的特色 我上次不是讲 我在纽约碰到同样的事情 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酒店出来 这个叫不到出租车 然后酒店门口 这个 还是好酒店的 华道夫呢 卧尔道夫 门口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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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oy啊 就手一指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小车 我不是上次说了吗 带了我们的 三块九毛九 最后是三块九毛 这一分钟 但是呢 他整个这个事情里边 我就比较赶配的 就是纽约的警察 因为他是合法的 他 你一不付钱 他拉了一圈 叫我付八十美金 那个 他说不付钱 他自己把警察叫来 可是警察就一看 这个 就是明摆的是 你欺负一个外面的游客 警察就是说 你有没有可能 他在上车的时候 你没有跟他解释清楚 是一分钟的价钱 你这张只是方便 你有没有可能 他不知道 只要你有这个可能 他就 你就不能收这么多钱 所以我觉得 纽约警察是这么管的 对 纽约警察很简单 他心知肚明 你们是骗人家 而且这个骗是天天在骗 只是你骗过头 骗得太过分了 看看像我这种 也很善良的这个人的形象 那个根本 所以他就做出一个折衷 他就折衷 你说八十块 你说四十块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当地 就是你讲的政府 警察 他们要保卫青岛 就在这个地方 就要着手 很多时候 法规有漏洞 执行也不清晰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不管是法官 还是警察 还有政府部门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自由裁量权 这个里边 有很大的空间 就是你这个自由裁量 就变化之妙 存乎一心 但你这个心 得是良心 人的良心 有的时候真的 没有什么法律 或者部门踢皮球 你这人 就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正义 尤其是你身为警察 对 你身为警察 一个一个算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共谋也是一个 好快快 爆料爆料 我就想起 我就说为什么青岛人会觉得委屈 那很多旅游点都是这样 我想起有一次去三亚 然后也说去吃个海鲜吧 然后那个那个 坐个三轮车玩嘛 还说我带你去 去了一个小偏的一个岛 你已经到那了 又回不来 然后刚问你说 这个鱼多少钱 那个老板从那个鱼箱里拿着 就给你摔死了 你还没等问 他就摔死了 你说你要还是不要 然后周围的人就 都是那个 不好意思 都是我们东北口音 你要还是不要 你在那个情形下 你怎么办 所以你看 他们讲这个道德 我就讲法律 他们讲法律 我反而就要讲讲道德 我老觉得像这种行为 就是说 比如说香港的这个药房 198的油 19800 最后我认为这是一种流氓 这是流氓社会 这是就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 走向现代化 其实你不要忘记 我就觉得咱们现在很多地方 没有拖这个流氓习气 本质上就是流氓 黑社会 甚至是 就是说 他干的一些 这种事情 就让你觉得 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 你怎么是 就故意的 就那个警察 我看到这个报道 那个警察 他们这个事情 吵了一个警察 就是说 这是物价局管的事情 我这个不 这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 什么东西吗 这个话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歹徒 对 我 我 我 至少是处理一个街头纠纷 对不对 街头纠纷 你也有一个基本的道理 说这个 这个以 为什么这个网 这个这个东西 同样这种片 争议的东西 这件事情传得这么广 因为它包含了巨大的智慧啊 是个很大的突破啊 它那个寄件啊 这样可以寄件 为什么我们接下来化身米 头发 全都出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本质的突破 这不是某一个东西 变得特别贵 就像香港那个也是一个小数点 把它弄掉了 而且就是说实在的 就是我 我就觉得啊 从这个里边 为什么你可以讲到这个道德 我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道里啊 我觉得跟多个人打交道吧 我都体会到 都没安好心 真的 我不是说 夸香港人怎么着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比如你 你跟这种法治国家的 或者说像香港这种 这种特殊地区的人在一起 你跟他说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啊 比如跟你谈合约也好 或什么也好 他算计不算计你 他算计你 但是呢 他有个基本的底线 就他会跟你说明白 他不会骗你 所以那天我为什么说 我说咱们现在打击的重点呢 老是放在这个吃喝嫖赌抽 吃喝嫖赌抽啊 说实在的 他伤害的人群有限 他主要害他自己 真正我认为我们打击的重点 应该是坑蒙拐骗偷 坑蒙拐骗偷 是今天中国社会 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 特别简单的例子啊 就好比说 哎 前一阵 有 有人找我去一个商业论坛上 去讲个眼 对吧 好 那么当然就问我多少钱 但这个呢 哎 你别小瞧 我也不便宜 你身价很高的 我不便宜 然后我价格就是我的人格吗 是吧 哎 我就 我就说 哎 我是这这么多钱 然后呢 你比如说 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里 有时候存在一种什么劲头啊 就是说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上 你知道他有 对于香港人来说 哎呦 你这么贵 请不起 算了 但是我就发现 咱们这儿这个积极肯干的这种啊 他一定要把你弄到 但是他怎么把你弄到 哎呀 你看你这么 我们这么贵 我们预算很有限 你那么怎么怎么 最后哎 他说 那您这个价钱是做多长时间呢 我说一般就演讲一个小时吧 他说 你看这个一个小时 我们就20分钟 我们这是一个开幕式 你就讲20分钟 20分钟 你也是这么多钱吗 他说说说 好 行 就便宜吧 咱们就签了合约 去 去了之后呢 我一拿程序表 哈 两个小时 你觉得吗 我当时就急 我说你这不是诈骗吗 好 但是他跟你说 他说 哎 我们不知道 您来都来了 这20分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难道还分不同价钱吗 我愿意理解成 你是真糊涂 就是中国人粗线条 马大哈 可是为什么谈价钱的时候 你倒明白 问你一个小时 还是半个小时 你知道我就 我就通过我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啊 就是现在很多行业 你跟这个人打交道 他就诚心的 就揣着明白 给你装糊涂 就怎么着 可是最后我认为 你这就是诈骗呢 你的演讲 跟那个瞎 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没发现 世界上各种东西 最后都归结成数学问题 没错 你论个啊 你应该合约里写一句 这个稿酬呢 以每句话来寄说 你说的 徐老师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件 这件事 给我造成的最大的启发 就是说 我说以后跟人签合约 一定要说明 是从 甚至是从几点到几点 多长时间 一分钟计 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 合约签不完了 你要对付这个 就是说 你要对付这种啊 他没有个 基本商业伦理的人呢 会造成你的合约 没法签 这是还说到 一个老话题 就是一个信用社会嘛 如果就是 在一个信用社会里面 就是他不需要 就是把大家都 降低到 那个最底线 我在防你防到 一百倍一千倍 我用各种条款来约束你 因为我一个人的 平时的言行 我的行为 就是我的 我的信用 是吧 这话我说了 我就特别喜欢 看电影 或者什么 那个美剧说 You have my word 我跟你承诺这个事情 我每次在想 这在中国有啥用 对啊 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执意说 你有我的一句话了 但实际上 就我给你担保了 这件事 我说到一定做到 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 中国最缺乏信用 就是你只要 把这钱炸到了 你就是老大 他现在就是 只要把你蒙着了 对 我就是英雄 所有跟你说的 都是骗子 都是个骗子 就是一帮骗子 你去了发现 那你说 他背后肯定说 搞定了 对 搞定了 对 我的目的 你要是当面听到一个话 你有我这句话在 对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信口胡说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都行 你知道我还在想 另外一个什么问题 我是觉得 在中国现在 目前的这个环境 为什么 这个倒不叫犯罪了 就是为什么 犯 叫犯错呀 还是什么 这个成本这么低 你看我 我那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办了两张健身卡 都是老板突然跑掉了 你 你每次去 蓄了几千块钱 然后我第二次还涨了心 我说不行 我之前那个 跑掉 我找不着人了 这个老板说 你看我这个房子 签了五年的合同 你还担心吗 你肯定贪便宜吧 也没有 就是在家附近呀 而且他给我看 他的房子五年合同 然后我去一趟日本 两年两个月回来 哎 去健身拿着东西 怎么门关了 你说早跑了 你不知道 不是 小事小事 我就想 我去投诉 跑掉两个老公才是 不 我就说 其实你 你为什么就是对其他人 对这个 这个社会信用 这么不容易建立起来 我还有他的微信 那我去工商局 我去工商局投诉 然后人家说 这谁管得了 这每天都在发生啊 你你你办一个什么美容卡 没有了 老板跑了 你办一个美发的卡 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都是这样环境 我觉得他可能再摇身一遍 他不用摇身一遍 我从北城跑到南城 我再开一个 为什么我们就抓不到他呢 是不是就有人不作为啊 我去投诉工商局 为什么就不查封他呢 他身份证号码也有啊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对 你你你就是 就是咱们这觉得好像 一找公家部门啊 没用 解决的概率 那是相当低的 最好别找麻烦 比如说我就在 那地来说 我的概念 永远不要打官司 永远不要去公安局 永远不要报警 就干什么 给我自己找麻烦 我就是这么一个常识 宁可多讲一些话 是吧 那个 多讲一个小时 哎 这是 我就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到公安局里 你不知道要多讲多少小时 你说 你你就发现 为什么我说 我们这个社会 一些角落 一些人呢 还是流氓社会 就是说 你不是流氓 你不是奸贼 你不是人精 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要生活吧 你要挣钱吧 你到最后 你就发现 你要不是流氓 你要不是奸贼 你很难对付得了 很难跟这帮人周旋 也就是说 你就很难在这个土地上生存 所以你说这玩意儿 这一只大虾引发的 这个思考 将将灾人形广告 之后见 对 就说 这个合约签上时间 事也没完 我碰见的多了 你比方说 好比就是说 你去哪做一个演出 咱们就说是这个 比如说你去成都 好 你说这个是中心城市 那人家直接去了 就好一点 所以 就是一个价钱 他说 是啊 我们就是在成都 然后呢 你 你必须 签好了具体地方 你知道什么叫 广东这个卖猪仔吗 你真去了之后 这飞机在成都降落了 有个车接你 走了五个小时 怎么还没到 他是属于成都的 这是成都的哪个县 是属于成都的 你说 所以我说 你在这个社会 要多付出多少成本呢 你就是充斥着这个 但是所有这些欺骗 你发现 他基本上 对认识的人 同乡的人 是比较有所收敛的 这就是费小通说 熟人社会 现在不还有个词叫 杀熟吗 那到时候杀熟也不可以 杀熟是属于另一个境界 我觉得一般的情况 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情况 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社会 迅速过渡到工业社会 一个城市化的一个必然现象 就是你 你活在一个村里的人呢 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 你你骗了你走不了 我认识你老老爸 我认识你爷爷 什么什么 但是只要外面不认识的人 那我们是一伙 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就村里啊 大家 你有办法乍到他 我们表扬你 聪明 但是我们自己里边 你看 你刚才讲的这些例子 你看 他本地不能这样做生意 他对游客 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 他已经把村里的概念 扩展到一个城市了 但是那个逻辑还是这样 就是逻辑还 所以这个所有的 这个善良啊 忠诚啊 这些事情 是跟原来的这个乡土 这个社会结构 是有关系的 我就不明白 怎么就说这个人 老老实实生活的 有什么不行呢 就比如说 算不到钱啊 你没看那些店 就是那个天价下 引出来的新闻 那个店主 他就说 我整个多少天 整个夏季 生意不好 我家里又需要什么什么钱 他就把这个闹出来啊 这这这些话 他他说的都是 可能也是真话 他是缺钱 那你说是穷山恶水 出刁眉毛 然后他的逻辑就 关键就在这个转折了 对你生意不好 对你家里缺钱 你妈妈生病了 你难道就可以展客吗 对不对 对啊 他觉得这个过渡 就是可以这样过去 我就想起经常 就是说 你以前那个遇到出租车 他给你一个绕啊 或者拉一会 你跟着投诉 哎呀 我也不容易 我每个月要交多少份钱 对对对 你是又同情了 他到机场 他不给你拉 然后说 你看我才赚这么些 我每月给老板 你说你就很矛盾 你对他个人是同情 但是我想 这为什么让我来支付你的 那个你的成本 那么从这个青岛这顺 我还在想这样 就是你看 咱们一讲 政府缺位 或者是一个 一个合理的执法机关 缺位 那么作为个人 他就在寻找 另外一个空间 来解决这个事情 现在好在有一个社交媒体 我去闹大了 以前就是跑到 以前我们做记者 不 现在也做记者 就经常能接到各种的这种案例 就是我在那 受欺负了 我找不到人了 我就得上你们这 你们能给我抱一抱 没几个事情能被爆料 我们就说你这事太小了 你是受欺负了 但是你这事报不了 所以呢 就变相了什么 后来极端维权 他就是事情闹得越大 叫侵权式维权 对 谁闹得大 对 谁跳楼 谁跳楼了 那赶紧我去把你功夫给还了 是吧 现在每年就跳楼秀了吗 没错 你说前两年 他们劝我开微博就是这样 说你航班延误 你坐飞机上 你发个微博 你看 我马上就找你来了 所以就谁嗓门大 谁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谁就被人这样 谁会闹 那不就流氓对流氓吗 那不就是只有这样吗 其实是保险系统缺位 我准备了 感谢观看